大家好 我是小老妹 我现在刚爬山回来 去看茶山了 真是又累又饿 然后走到市中心了 这边应该是市中心 我看这里人很多 我就让师傅把我放到这了 你看我身后这个路叫振兴大道 然后我后边还有一个公园 这个公园叫绿岛公园 你看很多老年人在那里 打盆玩儿 这里应该是一个商圈 我刚才查了一下地图 北边是一个商场 然后南边还有一个坡购物大世界 这里人很多 我打算找个地方吃点饭 然后最好是能喝点热水 我从9月初出来 一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喝过一次热水 当然那么热汤不烦 我就想喝点热水 每次想喝热的时候 只能去饮料店 然后买点热饮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 这边人是真多 人几人 这附近是一个医院 这里 富尔市人民医院 国庆假期人就是多 人几人 这边 外上99元 鲸鲸鲸鲸 三件五尺 你坐位上 牛屎啊 这些 不能齐了 这 现在到了普尔购物大世界这里了 看在这边找点吃的 看这条路正在给的到呢 挖的乱七八糟的 不知道又按什么这是 应该是安装水管吧 水稻 这里边人太多了 刚才路过家伙 去买了这种小的饼 加新的 还买了一些面包 终于喝到热饮了 点了一个奶 热奶 吃饱了 拿着我的热饮出来喝吧 热乎乎的 真的好长时间没有喝热水了 喝点热的感觉心里暖乎乎的 吃饱喝多了 现在我又回去了 明天接着去逛景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击关注 点赞评论去留言 拜拜